1997年香港仔警署發生罕見開槍案 一個男人因為沒有帶身份證 被警員帶到香港仔警署報案失錄口供 期間探員向那個男人連開幾槍 那個男人相寵不治 當局調查後發現開槍的警員心理有問題 事發前無奈才恢復配槍執勤 那個警員後來承認誤殺 被判入小艦精神中心無限期治療 一起看回當年報道 警方派代表見完死者一人後說 跟對方談過賠償等問題 對於賠償問題死者的媽媽就這樣說 而死者的弟弟就不滿警方 仍未向他們交代整件事 槍擊事件在前晚九點多發生 一隊港島衝鋒隊警員 在石牌灣村搜查死者 發現他沒有帶身份證 於是將他帶去香港仔警署盤問 沒多久死者在接見室內身中三槍死亡 新聞檔案是由英王金融證券集團特約 在手上去給李仲聖堂保釋院特約 天氣報告 之後是太子之寶中標特約 瞬間看地球 十個月鐵槍下虎毒 文憑史放榜成為復營少年的人生轉捏點 導師、懲救人員幫助所緣 以知識改變命運 眾將世望有愛有希望 巨星滅絕人類 有你,就好我 還有一天,猿人爭霸戰,星空崛起 美國No.1的4knives磨砂結面膏 含100%天然磨砂粒子 深層潔淨毛孔 減少黑頭粉刺 7天,膚色重現均勻兩窄 含100%天然磨砂粒子的4knives結面膏 黑人牙膏打造專業護士新標準 煉穿牙銀問題 出血,紅,腫